以四期太明为鉴,我是柚子 佛教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非常深远 而我国就有很多寺庙佛像 而且这座世界上最高的佛像也在我们中国 本期太明为鉴,柚子就来带大家一起看看这座雄伟的大佛像 这座佛像位于我国河南省平顶山市的上汤佛泉寺 大佛于1997年开始修建 而直到2008年才终于建成 整座佛像高达209米 除去莲花座,金刚座和须弥座以外 仅仅佛像主体就达到了108米的高度 它也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的佛像 如此宏伟巨大的佛像造价当然不便宜 为了建造它,耗资高达12亿元 而雕像的建造材料竟然是价值高昂的黄金 人们用了整整216斤黄金才打造而成 而除此之外,佛像中还含有3000多吨的青铜 以及1.5万吨的特殊钢材 这座佛像建成后吸引了无数游客的到访 不过咱们人站在佛像的脚下 也就只能达到佛像的脚趾头高度 毕竟中原大佛的脚就有3.3米高 抱佛脚在我们中国文化中有着祈福祝愿的内涵 因此每一位游客到了佛像脚下 都会走上前去抱一抱佛像的大脚趾 不过由于佛像是金属打造 到了夏天就会变得非常烫 如果小伙伴们要去抱佛脚 也要小心不要被烫伤 好了 本期的探秘未见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朋友别忘了点击关注分享转